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9月17号下午将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会 要带你一起来体验如何将虚拟现实 还有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在教会的工作中 那这种技术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知识 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来去看圣经在讲什么东西 我最讨厌读的那个Book of Numbers 明书记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说到底是有多少这些献祭品在这个地方一直拍着 然后到底怎么样去献祭这些东西 还有像说什么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在开始分地的那一种 一看圣经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在看一个没有图示的一张地图 对或者是你很难明白就哪怕他给你写出来你很难明白说他到底真的在讲什么或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在这次的说明会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啊 就可以亲自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次会跟大家展示保罗的宣教旅程 你自己去看保罗宣教旅程从里面看是如何的清楚 然后怎么怎么一步一步走 里面有穿越海陆冰3D的自由行 而且是给你非常棒的一个实境的体验感啊 我相信这样走了一次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你再去读圣经 你把它跟圣经在里面看哦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讲 先读读完了再去体验然后再出来读 这样反复的结构你就会对这个比较更加的明白哈 以及呢身临其境的走进摩西的会晤就深入的探索出埃及记描写的非常生重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建造也好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教学的方式 那这个神奇传播的创始人呢如果要是大家了解的话 大家就知道是周一方牧师哈 那我们跟周一方牧师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 在我们这个AI News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 周一方牧师伸出援手真的是帮助我们一个巨大的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当时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 而且给我们他的事工你知道大家做事工都很紧张 但他愿意挤出钱来他给我们开了一张机票 那时候是我们大概收到的第一张支票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继续把这个事工做下去 因为你们的事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来说就是周一方牧师不仅是一开始来资助我们 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上次在那边讲说我们多穷的时候 而且他还是一直在带领你们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周一方牧师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mentor 周一方牧师呢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呼吁在台湾的朋友们 那当然这次我们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呼吁在台湾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 或者是你是牧师也好 都欢迎大家这一次可以到场去看 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方式真的是对教会的牧养方面也好 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呢到场的朋友呢都会得到神奇传播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茶点 还有小礼物 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 那时间呢就是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 地点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380号6楼608 苦事丰盛生命协会办公室 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呢 或者大家对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 欢迎来赶快抓紧时间报名啊 因为名额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 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的email 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说 我们想要去我们有几个人 总之请大家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真的用透过你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VR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来去看你最不想看的那几张警戒 我知道读圣经很困难 但是当你看了那个之后 你再去读圣经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你在头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的地方 所以说请大家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请大家跟我们联络 如果你想出话真的是名额有限 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 我们要怎么知道革命战争开打了呢 我们要怎么知道美国内战即将来到了呢 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离美国裂变越来越近了 乔治亚州的Falton County的法官 Scott McAfee 上个星期五宣布 针对川普阻扰选举的审判 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在YouTube上面直播 让全世界的人观看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各位如果去过联邦法院的话 就知道照相机录影机是不能带进法庭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地方法院 不是一个联邦法院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娱乐性的法庭 类似你在那种白天电视台上面看到那种什么 George Judy George Thomas那种的这个电视法庭 川普会上法庭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犯了什么罪 不管是在纽约 DC 佛州 还是乔治亚州 还有 接下来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告他 他被逮捕 可能要关超过700多年 因为川普是在一个真正的在政治上面的反动派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而且看得出来不只是在美国 在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 Political Opposition 政治层面的反对党 通常都只是在演戏而已 都只是愚性节目而已 都不是真的 就像台湾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 好像一个要统一一个要独立 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独立 只是两党在那边浪费时间骗钱而已 美国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两党选出来的政治人物出来选举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好像会政治上面的观点不同 但是针对那些重大的有争议性的 不可以提出来这些议题 在美国的话是大量的非法移民 全球化 地球村 自由 性解放 战争 这些东西 其实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两党不管是谁执政 结果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不管是谁赢 谁执政 都一模一样 跟Mark Twain说的一样 如果投票可以改变什么的话 他们就不会让我们去做了 直到川普出现 川普可以说是推翻了整个共和党的运作模式 推翻了整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的掌控权 所以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要共同的讨伐他 他们会创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合理化他们的指控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我们看着 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案 而是一个法治跟政治的革命 一个推翻美国一直以来的法治跟政治生态和谐的战场 然后这场革命战争全部都会直播 现在美国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美国人对于现在美国政府失去信心 美国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修复social fabric 社会架构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不修复社会结构的话 政府通常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通常政府只有在压迫极少的情况下 才比较有能力 当我们的社会架构崩溃的时候 政府就必须增加压迫 然后每个政府都会做得很烂 之后就会有人怪罪政府 为什么社会结构会崩溃 造成的就是一个社会更崩溃的恶性循环 当社会结构越来越弱的时候 濒临崩溃的时候 政府就会变得越来越独裁 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社会架构是最坚固的 就是你跟你的家人 基本上你不太需要第三方来跟你和解 你跟你家人的关系 甚至你会反对第三方的介入 你们家庭的纷争 在这边告诉你 你家庭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要怎么维持一个家 为什么呢 因为家庭的关系是紧密连结的 当家庭关系开始松散的时候 通常就开始要有什么 儿童社工介入 离婚的律师介入 然后一切就会变得很丑陋 而且当这些人介入越深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丑陋 这个道理不只是在家庭当中适用 在社会层面也是一样 我们越不和谐 我们越不尊重彼此 越不把其他人当成神的形象来对待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叫 或者是要求大人来强制的把我们想要的执法模式执行出来 如果有两个以上小孩的父母就会知道 两个小孩不吵架的时候 一切都很好 一切平静 一吵架的时候就需要父母来主持公道了 社会层面的政府维持公道的方式 就是拿枪指着另一方 不同的是 父母不会屠杀自己的小孩 但是政府会屠杀人民 因为人民不是他们的小孩 当我们的社会结构崩溃的时候 政府就必须变得越来越独裁 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事 就像两个小孩吵架的时候 如果不停的话 父母一开始就说 就好好说 接下来就开始罚战 接下来就要体罚 接下来就是拿个棍子开始开打了 政府就是拿着枪指着我们 一个社会当中 人民跟政府的关系崩溃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我刚刚叙述的 社会架构衰退 然后政府跟着衰退 我们可以说 这是我们现在美国看到的情形 从1960年代开始 极端的这个左派分子 彻底的推翻了社会的运作模式 或者是彼此尊重的这个契约模式 与其说我们要在这个社会架构下面有一些改革 我们要要求一些进步 他们的做法反而是把整个社会架构说得很恶心 很邪恶很腐败 现在在上掌权这些人一定要被推翻 简单说就是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欲望来定义善恶 认为说这个就是他们的自由 美国的社会变得不是JFK 小甘乃迪的传统自由派 对上尼克森的保守派 变成一切是要推翻一切的革命形式 就连言论自由也变成 其实是在上掌权的人在压迫人 当这样的思想在经过几代人形成之后 我们的社会架构崩溃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例如去教会 人们开始不去教会了 教会不只是美国 而是整个西方社会里面 都是一个建造社会架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人们开始不相信彼此 认为说身边的人 身边的灵社 就连教会里面的神 他们的话 都是要来控制人而已 控制自己而已 当基督徒开始解释 圣经的律法 神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们好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为了我们好 一切都是指控 逼迫 压迫而已 婚姻是压迫 小孩是锁链 胎是男权 女权 工作是种族歧视 2加2等于4 歧视是种族歧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加2等于4的这个例子 OK quickly So I'm dying Mr.Sandar we saying that 2 plus 2 if you say it's 4 that's racist I mean that sounds like we may be mischaracterizing it what if you can quickly sum it up no that's not mischaracterizing it at all it's math is basically racist under this ideology because it say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n objective reality so 4 might not be the right number 2 plus 2 might actually equal 5 what there is no objective reality is that how she calculates her pay check 所以我没有在开玩笑 常常会有人认为说 我在开玩笑 我在夸大 但是其实我都是认真的 当我们的社会 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政府就会崩溃 这是其中一个 国家崩溃的模式 社会崩溃之后 政府跟着崩溃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也是同时在美国发生的 就是政府导致社会架构腐烂的原因 那政府是如何让社会架构崩溃的呢 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精英们 掌控了政府的控制权 然后他们决定了 现在就要开始大改造 大跃进 他们要集中权力 然后由上而下的 把现在所有的社会架构 全部都挤出去 因为我们要这些精英 来创造完美的乌托邦 现有的社会架构 只能创造出这个 罪人 所以说我们要推翻 现有的所有社会架构 来创造新的生活模式 最后我们就可以创造出 完美的人 活在一个完美的社会架构当中 听了没有错 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就是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都很恶心 都是贪婪的 都为了金钱而活 都是资本主义 重商主义 只能创造出腐败的人 但是如果你住在一个马克思 或是毛泽东的乌托邦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改变社会架构 如果这个世界 变得没有金钱了 全部的人都共产了 人就会自动变得不贪婪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整个社会架构 来创造完美的人 活在完美社会架构下面 所以当政权被精英控制之后 由上而下开始强制改革人性 这个过程就是必须要摧毁所有的社会架构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架构 就像一个一个的小军队 LITTLE PLATUNE 在抵抗权力合一一样 这个是Edmund Burke 一个在传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的比喻 那一个好的社会会使用社会架构 以及每一个小的军队 LITTLE PLATUNE 形成一个社会安全的架构 来建造一个多元 多性质 而且有无限延展性的一个社会 而在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当中 就是一定要摧毁所有的社会架构 一切都必须碾平 全部砍掉重链 中国共产党的文革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然后你可以说 现在在美国政府 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特别是在60年代 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国 我加上用使用冷战 来恐吓美国人的政府 非常成功地 把宗教挤出了我们的社会 教会变成不是美国人 主要建立友谊的地方 教会不是小孩在上学交友的地方 学代之的是工作场合 工会 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 政府介入了人跟人建立关系的媒介 然后社会架构就崩溃了 这个社会架构就崩溃了 政府的解决方式 就是建立更多的机构 来维持他们创造的这个新的社会架构 随着政府越变越大 人跟人的关系就越变越远 社会架构就越来越容易崩溃 人就越来越不相信政府 不管你接受以上哪一种美国崩溃的模式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事实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崩溃 不是社会的崩溃 不是政府的崩溃 而是社会架构的崩溃的话 唯一能解决的方法 就是重新建立我们当地的社会架构 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是如果说你用这个方式 来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沟通的话 来讨论的话 就算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他们也会认同 政府扩大的太严重 我们如果要改变什么的话 就必须要缩小政府才可以 我们才有可能重建 所谓的social fabric 社会架构 而当我们的政府非常强大 然后每一个政治人物 都只是为了互拼 而夺取操控政府的权力 来打压他们的政敌的时候 这个就会更刺激 社会架构的崩溃 我们需要的是 当地的人想要怎么活就怎么活 想吃肉的人 就跟吃肉的人在一起 想吃虫的人 就去跟吃虫的人在一起 想开汽车的人 就跟开汽车的人在一起 想骑脚踏车的人 就去住只能骑脚踏车的城市 有信仰的人 有有信仰的社群 无神论 有无神论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如果认为 我们只要掌控了政权 就可以由上而下的 强制的把我们的思想 灌输到社会的架构当中 就是会摧毁整个社会架构 美国的建国国父 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建立出来的美国联邦政府 没有FBI 没有CIA 连IRS都只能跟 当地的州的州税局联络 不能直接的窃取 当地人民的财产 就连从美国联邦条例 转变成美国宪法的时候 Alexander Hamilton 跟Thomas Jefferson 吵了半天之后 出来的美国宪法之后 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联邦政府 事实就是 只有一个弱小的联邦政府 才可以管理 分布极广又庞大的人口 对于帝国 Empire 最错误的思想 就是帝国一定是无情的 一定是独裁的 他们什么都要管 你一天刷牙几次 他们都要盯着看 通常只有压迫极大的帝国 才会这个样子 然后美国就是一个帝国 我们没有必要骗自己 我们没有殖民地 我们没有什么之类的 任何一个国家 掌控着4亿多的人口的国家 掌控着3000英里乘上1500英里 横跨一整个州的国家 不管在历史哪一个时段 我们都会说这是一个Empire 一个帝国 根据我们美国的宪法 每一个州都是一个国家 然后这50个国家 共同存在在一套宪法下面成立的帝国 就像蒙古有什么倭阔台韩国 茶河台韩国 还有两个我忘记的什么韩国 非常庞大的土地跟人口 不像英国那样的小小一块地 而且美国每个地区的文化也都不一样 这个样子的国家 如果要维持的话 就表示由上而下的权力 必须非常小才可以 绝大多数的帝国 由上而下的权力 基本上都是非常小的 他们不会强压着他们的人民 对于罗马帝国最错误的理解 就是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压迫的政权 然后那些边境那些人 那些边外的那些人士 都被打得好惨 打压得好惨 这个认知其实是错的 罗马帝国的确可以压迫你 如果你出来摇旗 说你要叛变了 他们就会带着大军 带着他们的老殷旗 把你歼灭掉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叛变的话 罗马帝国其实是不太理你的 到处几乎都是自治区 例如如果你在罗马帝国里面的话 然后你住在以色列的话 基本上他们是不太管你的 你别闹 别捣乱 你是犹太人的王 good for you 为什么你会被他们抓起来 你们为什么要把你的王抓起来 你要我把他钉十字架 那我金盆洗手 这是你们要杀的 我只是办案 尊重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民主而已 当时罗马要指派官员 也必须透过当地的领导通过才行 这就是为什么 罗马帝国可以延续好几百年 这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就是必须要让地方去做地方的事情 另一个比较现代的帝国 奥地利匈牙利帝国 奥匈帝国是由哈布斯堡皇室 就是那个后大很出名的那个 他们掌控了很大一片欧洲的土地 从16世纪开始 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纪大战 他们可以控制这么大一片欧洲的土地 而且有这么多的民族 多元的文化 原因就是 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管 每个地方乖乖缴税 然后不要闹事就没事 他们管理的大概就是 他们军队要有一样的制服 大概就这个样子而已了 那个帝国里面有犹太人 穆斯林 东正教 天主教 新教 他们全部都在一起生活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奥匈帝国基本上只是维持秩序 其他的东西 宗教 文化 几乎什么都不管 中央政府不介入地方的事情 奥图曼土耳其帝国也是这个样子 奥图曼土耳其帝国是知名的懒惰帝国 的lazy empire 还有中国历史上所有超过200年以上的朝代 基本上也都是一样 原因就是如果你想要掌控这么广的领土的话 这么多的人口的话 你就不能管太多 你要让地方去做地方的事情 现在中国地方常常造乱 原因很简单 政府介入太多了 举个例子 整个这么大的一片土地 全部都用中原标准时间 你让新疆人凌晨三点就起来工作 下午五点就去睡觉 强压的帝国就是很容易很快的崩溃 苏联 USSR就是这个样子 德国纳粹也是这个样子 广阔的土地跟大量的人口 就是没办法用中央集权来管理 这个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现在的美国联邦政府 并不是一个多自治区的帝国 现在美国国内是一个 非常非常中央集权的帝国 我们一年花费7兆美金 我们在联邦层面 马桶的水箱多大都要管 每冲一次水 只能放多少水在里面都要管 一直到什么样的人应该要进监狱 雨水充分的佛州规定 跟在沙漠的内华达州的规定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权力非常集中 掌控所有人的一个帝国 所以社会之间的争议 就会浮出水面 而且每一个政治体系 都会想要夺权 因为夺权之后 就可以控制整个政治体系 说这一年7兆要花在哪里 通常是在自己的口袋里 社会冲突就会变得更多 而且变得更暴力 原本加州的居民 其实不太管佛州的人在干什么的 至少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佛州的人也不会管纽约的人在干嘛 我们可以责怪两个东西 我们可以怪社交媒体 让世界变得更小 讯息流通更快更方便 让我们常常在乎一些没有必要在乎的事情 或者我们可以怪罪我们所有的州的法律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跑到联邦层面了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联邦的法律 联邦的规定几乎都没有通过国会 我们只是通过一些行政机关 行政部门的机关 修改几个字定义就好 这些行政部门都不是民主产生的 都是总统指派的 唯一现在能解决美国现在的方式 就是缩小这么大的一个政府 甚至废除整个部门 整个行政部的部门 让地方的人可以依照那个地方的环境 跟生活方式来生活 但是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相信其他美国人 会让你去这个样子做 会让你想要用你的方式去生活 然后你会让他们用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那问题就是 你相信你身边的美国人吗 你在家里装一个这个室内厕所 装一个新的厨房 你可以保证你的邻居不会举报你吗 你认识你的邻居吗 你相信你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吗 如果答案是no的话 就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 社会架构即将崩溃的地步 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美国历史上 美国这个帝国最危险的一刻 因为没有人相信彼此 也没有人相信政府 也没有人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平的 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的社会架构 但是 美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美国的宪法非常的特别 美国的宪法在2020年的时候 彰显了我们建国国父 在建国时候的智慧跟必要性 还记得有那么多的人在说2020年的时候 美国差点被推翻吗 1月6号的暴徒 结果什么都没有 他们和平的进去 和平的出来 根本就没有要推翻美国政府的迹象 美国的宪法证实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宪法是非常有韧性的 而且左派的观点就是 既然这个样子都没办法让你们这些保守派 叛变了 既然这个样子都没办法让你们组成一个反叛军了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合理镇压你们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掌握所有的权利 使用所有政府的部门来刻意攻击那些人 我们如果要掌控所有人的自由 建造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无视宪法才可以摧毁美国 我们要知道就是 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庞大到一个无法控制了 我们只能建造我们身边的人跟建造我们自己 接下来上任的人会自愿地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 回到宪法当中 川普不是救世主 但是川普的确就是跟我们想法最类似的人 要削减联邦政府的权力 开除联邦政府的员工 解散联邦政府的部门 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被带上审判台 全球直播来看美国司法的瓦解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 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 现代的罗马 现代的巴比伦 崩溃而且即将自相残杀的一幕 而且会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请各位帮自己祷告 建立自己跟身边的人 建立灵社建立教会 在全世界动观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要确保 我们都要活得像耶稣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